古巴导弹危机,是一场差点引发世界第三次大战的美苏交锋。 美国中情局弦高阶特工迈克尔阿布舍,在美国情报界服役时间长达30余年。 在冷战时期,为美国多届政府,直接提供了大量着有成效的情报和建议。 具体包括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 1983年美国对格瑞纳达的军事行动,以及苏联解体等。 从中情局退役后,阿布舍先后在多家有官方背景的科研院所,进行情报教学工作。 他曾就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写过一本书,用亲身遭遇的一手材料,以及一些解密资料。 重点解读了特工人员在这场交锋中的成语办。 德语师,以此告诫一个国家,应当如何收集、分析,以及充分利用情报。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最危险的一个片段。 而美苏政策与情报工作的失败,正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根由。 回顾这场危机,必须就美国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官员在进行情报分析,制定外交政策时。 在不经意间融入的各种思维进行延续。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所以冒险秘密作出在古巴部署FS4中程,及FS5中远端导弹的决定。 是因为他误认为一旦导弹被秘密部署,美国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继承事实。 而且,肯尼迪在1961年4月,朱湾事件中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赫鲁晓夫认为,可以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赫鲁晓夫看来,社会主义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而资本主义则日渐衰败,必定将被苏联打败。 在赫鲁晓夫的认知中,历史中超人类因素,是其做出政治、经济及外交政策决定的主要驱动器。 他准备成为这类因素的忠实代理人,不管是否需要付出战争与流血牺牲的代价,而作为能够促进革命驱动力发展的代理人,赫鲁晓夫认识到了外交作为一种为革命争取时间, 甚至是为实现目标而争取同盟的手段的重要性。 而对于美国情报界而言,他们则认为,赫鲁晓夫是不会将这类导弹,部署到古巴的。 因为苏联从来没有将进攻性导弹,部署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之外的地方。 美国情报界还认为,一旦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的反应势必会非常强烈,而赫鲁晓夫绝对不会冒这种风险。 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或以美国人认为,他应该有的思考方式考虑问题。 在1961年维也纳峰会后的16个月时间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使赫鲁晓夫从肯尼迪软弱可期。 苏联一定会赢得最终胜利等思维中醒悟过来。 肯尼迪发表过重要讲话,企图让赫鲁晓夫意识到,美国在军事集合领域,占据重要优势。 不过,赫鲁晓夫仍然深信肯尼迪是软弱的。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命中注定是要被苏联打败的。 所以,从后来的结果看,只有当面对美国真的要轰炸集入侵古巴, 并且利用能够发动前面核战争的远端弹道导弹, 及核轰炸机,抹杀苏联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的时候。 后,赫鲁晓夫才终于悬崖勒马。 从过往经验来看, 美国情报界及政策官员,与其他国家情报界相比一个最大特点是, 更喜欢通过技术渠道获得的情报。 而诸如别报人员及难民等人工情报, 则不受重视。 而造成这种思维的原因之一, 就是当时美国从诸如车辆、 飞机及卫星等公开技术平台收集到的情报的数量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为人所认可。 美国空军当时通过夸大对苏联核实力和导弹实力的评估来制定预算, 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表现。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上校, 当这些错误的评估, 与极为宝贵且值得信赖的前苏联军事别报机构工作人员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上校, 同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型六处充当内线的双面间谍, 带来的情报发生冲突时, 后者便惨遭忽视。 直到后来美国第一颗卫星科欧能拍摄到的卫星图片, 证实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相关情况之后, 美国才对潘可夫斯基上校的情报予以重视。 美国人的另外一个政策性思维, 致使其一再推迟派遣U-2侦察机, 前往古巴境内进行侦察的时间。 在1962年, 美国中期选举前夕, 美国害怕一旦苏联地对空导弹, 击落U-2侦察机会, 引发潜在的政治及外交问题。 不过, 后来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的坚持下, 这种思维最终被克服了。 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魁首, 他获得总统派遣该型侦察机的批准, 并在苏联弹道导弹正式部署之前, 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的动作, 通过对比此前获得的苏联境内导弹部署的卫星图片, 以及潘可夫斯基上校秘密拍摄, 并提供及美国中央情报局, 及英国军情六处的FF-4与FF-5导弹绝密操作手册, 美国不但确定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行别, 还确定了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发射场正式运转的时间。 这样一来, 肯尼迪便非常清楚, 自己必须在多长时间内, 制定并实施一项政策。 说服赫鲁晓夫在美国发动直接军事攻击之前, 撤除所有导弹。 还有一个政策性思维, 是美国在1961年的珠湾行动失败后, 决定发起报复性行动。 为此, 肯尼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 发动了第二次清除凯斯特罗的行动, 即猫又计划。 尽管有情报暗示在古巴境内扶植, 足以推翻凯斯特罗政府的强大势力是不可行的。 但美国政府仍积极推进该行动。 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 美国政府甚至曾考虑过暗杀凯斯特罗的方案, 几乎在苏联部署到古巴的导弹被发现的同时, 被称为国家情报心脏的美国国家评估办公室, 便很清楚认识到, 肯尼迪总统必定会坚守其苏联, 必须撤除这些导弹的政策承诺, 无论是通过由军事力量支援的外交途径, 还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1962年10月22日, 肯尼迪在一次著名的危机演讲中, 向世界各国阐明了他的这一政策。 国家评估办公室, 从不少高阶情报官员, 那里接收到全部资讯及反馈, 都清楚地表明, 美国政府已经下定了必须撤除古巴导弹的决心。 我记得, 当1962年10月28日, 美国计划在48至72小时之内, 对古巴发动炮击及空袭的时候, 赫鲁晓夫公开宣布, 撤除古巴导弹。 同年11月20日, 赫鲁晓夫还宣布, 他将撤出苏联在古巴境内的 12-28轰炸机与战术核武器, 苏联为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准备的核弹头, 以及12-28轰炸机的核炸弹也被撤走。 最后, 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坚持将U-2侦察机, 重新部署到古巴境内之后, 美国错误的情报评估及政策思维终于结束了。 10月14日, 根据一位谍报人员提供的情报, 美国的U-2侦察机终于拍到了 第一个SS4导弹发射场的照片。 待续。